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政王苍奇居然真的一直镇守京城 苍奇再也没提过他们的名字 但我知道他心里除了天下 最关心的只有那两个人 只是哥虽然不在江湖 江湖上却仍有他的传说 王爷 谢 记得何周滋补强身 王爷 谢 王爷 反不反啊 传本王旨意 赔甲位传信有功 所有人俸禄加倍 谢王爷 但以后风华谷的信 不必再城上人 说来说去都是些废话 本王座章都批不完 没时间看这些 不可久坐 切勿过楼 王爷 您日理万机 也要保重身体 你 风华谷不住也是关心你 来人 是 他们两个双宿双飞 却不关我都死活了 王爷 最近怎么没信了 信倒是有 不过王爷您说 不必再城上来 本王当然没时间看这些 无关紧要的东西 都写了什么 信里说让王爷不要熬夜 多喝热水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了好了好了 别说了 反不 那不如以后 不让黑甲位送信过来 属下这就去看看 今天的信到了没有 信 若四月轮中皎节 不辞冰雪 为清热 王爷 刚收到的信 要不您还是别看了 是夜 花谷谷主夫人写的 让您天冷了记得天衣 天热了记得拖衣 人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还有呢 还有说白谷主平日里比较忙 若无其他事就不再传信了 宫里有太医 不能抢了别人的差事 让太医院那帮人 统统拱开老家去 一句废物 连多喝热水都不知道 本王的万金之躯 岂能指望他们 满木山河空念远 落花风雨更上春 王爷 太医院上下虽然笨嘴捉舌 但也是一片忠心哪 王爷 您身上还单着江山社稷 万不能被奸人所获呀 王爷 王爷 太医院院判和众多老臣 一起在外跪见 院判也就算了 可那些老臣口口声声为王爷着想 要跪死方休 为本王 今天夜风花谷谷主夫人 不知为何突发奇想 要约战风花谷谷主 当众一轿高下 说名字 王爷 不是您说不让提他们的名字吗 他们两个是太险了吗 这跟本王有什么关系 白谷主或许是不想和自己的夫人打架 就放话出去 说风花谷背后的靠山是王爷 谁要想约战 必须先打败黑甲军 就会拿本王当挡剑牌 这和那些老臣又有什么关系啊 此话一出 武林中纷纷传言 说王爷和白谷主交情匪浅 那些老臣早就对王爷 年年送夜明珠去风花谷的事情 颇有微词 这次更是觉得风花谷 假计王爷之名横行江湖 蓄意半化王爷名上 引王爷误入歧途 至将 风花谷 说得没错 本王就是骑靠山 为什么没人说 本王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他 看来 这传闻还是不够多呀 王爷 王爷 您有三四个王爷 把那些老臣都抬走 我们下一次就是拖出去了 是 本王有些累了 要歇一切 你先退下吧 是 哦 对了 本王今日喝过粥了吗 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啊 以后宵夜就不用备了 本王不会再回忆 是 是 本王一定会好好珍重 就算不是为了我自己 扫鸡那小子躲哪儿啊 等我找到他 看我不撕了他的脸 你别这么粗了 人家还要靠脸吃饭呢 对了 今日在宴会上 给丞相治病的那个神医 长得也是宴冠军方啊 原来这顿桃花宴 是为这两种好花啊 藏起 是 谢谢您 你脸上的伤 看起来有些严重 没事 这些伤对于我来说 便是家长便凡 拿着吧 别这样自暴自弃 错不在你 是他们不配为人 不嫌恶心吗 医者人心罢了 倘若你真的想放弃 那刚才为什么要出手 他们竟敢侮辱你 我已经脏了 但是你不能 他们就是疯狗而已 再敢这样乱飞 我会让他们永远都说不出话来 你要记住 逃无可逃的时候 你要自己亲手干掉侮辱你的人 你刚才做得挺好 其实你根本就不欠了 我逃不掉的 也干不掉的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恋恋 可还是不行 以我现在这个年纪 才开始学我 太难了 只要你坚持得住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了 那你能教我吗 谁给你的 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他是第一个对我说 错不在我的人 他为什么不教你 他教过我几次 他在宫中也是身不由己 每次都来剧匆匆 多怪我自知太差 学得太慢 这样吧 你先留在这里不要出去 我刚治好了丞相的病 现在说话还算滚 所以我会想办法让你 暂时在这儿多聊几天 在此期间 教过你心法和招式 以后就可以自己骗 那你觉得我能练成吗 当然 因为有我吗 终于安全了 我在东宫听到一个消息 怀难王他好像病了 快不行了 我想你是时候该走了 你终于自由了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 你跟我一起走吧 不要再回来了 那你有什么随身植物 可以送给我的吗 让我看见他 就可以想到你 餐子不能给你 我有用 这个狗也把草送给你吧 这个草虽然看着不显眼 这个草虽然看着不显眼 但在哪儿都能长 祝你一路平安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以后任凭风吹雨打 我也绝不会抵护 我会努力变强的 你怎么了 他为何一人在队 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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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比我开心心 杀了好多人 那 那血流了一滴 他 他们把我丢在这里 不想让我离开 这里是行刑之地 你来错地方了 他们是谁 他们是一群魔鬼 他们骂我是妖孽 那不是鬼火 我才不怕 又怎么了 好像有个东西 你 掉进我领子里 他在躲我 不用拖了 已经飞走了 可我现在不脑好痒 我 我会在好了 他 他是不是坐进去了 他会不会咬我 你帮我看看 你不用怕 其实你怕的 不是什么鬼火 只是那段痛苦的惊慌 你 你 你看见他了吗 你有没有看见他 这上面不是写着呢 他已经被刺死了 不可能 他还活着 他一定还活着 对对 我也在这儿 无虑凶死 总有痕迹 无你 情有解月如轮回 才将故人吹水 不似月情怎幽远 却浓墨亦 今生错事为你 刹那烟火虚云 怎相守来世 我发誓 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为你保重 从爱又离世 却梦里的声音 你只爱不忍灵溺 你只爱不忍灵溺 愿有苍狂岁月不沉 也去离人云 隔身宿命斩转心 和遥望求风轻 纵爱又灵犀 前梦里你的身体 求求我 我不能死 我还要替他补充 我还要替他补充 别乱动 伤会加重 你放开 我要出去找他 找什么呀 自己都伤成什么样了 不行 我要去找他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 你躺下 放开 冷静点 放开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 打扰了二位施主 还请安静些 不要吵到别的施主才好 知道了 听到了吗 安静点儿 都吵到别人了 他真的死了吗 我 我要怎么才能替他报仇 你能不能帮我 你能不能帮帮我 他不会死 你还是先顾着你自己吧 这外伤还一直 但你这内伤 你救救我 救救我 我求你了 什么杀什么土我懂的人 好 我知道了 作为医者 我会尽力的 王爷 不是说以后不熬夜了吗 过来今夜就不再熬了 我 叫黑甲卫来 把百里加急 风划谷不传信来 本王就不能传信过去吗 那是自然 王爷一日计十风都可 黑甲卫愿为王爷 效犬马之劳 那是希望俸禄再加倍吧 不必动用国库 用本王的私库上 王爷 属下斗胆还有一事 不知当说不当说 不当说 那些老人说的已经够多了 你去把奏章里推荐的那些女子 通通送入皇帝后宫 本王国事为重 无心儿女私情 以后谁再敢上奏议论此事 一律割职 不关心国事 只谈风月 这样无用的人不必留着 王爷说得是 可是皇帝毕竟年纪还小 那就先养着 等他知晓人事 再让他看着办办 既然那么想攀龙覆凤 本王就成全他们 不给我看 不给我看 为什么就不给我看 你到底为什么不能给我看 我 你居然为了他把我关在外面 我跟你都快无话可说了 你跟他却有那么多话说 原来爱真的会消失 你要是再不开门 我就离家出走喽 好 我为什么和你无话可说 你不知道吗 还不是你逼着我要跟你比武 至于那些信 关于你的部分我都给你看了 什么关于我的 不就四个字 问夜西安 每封信洋洋洒洒千百字 就这么几个字 是关于我的 他要是再这么给你写信 我就一点也不安 我就忍不住想要去京城 找他打一架 我还不是怕影响你心情 他说了 我们把他丢下 丢在那四面高墙的围城之中 一人扛起江山之中 为这天下苍生 日日消夷干世 这太平盛世虽如我们所愿 但毕竟不是他最想要的 我们有家 但他却没有 因此心里一点念想都没有 想嫁他的女子无数 只是他自己不肯娶妻 你我都知道 他虽作用天下 但其实内心小到只能装下一人 那都是他自己的执念 我从来就没有给过他希望 其实他也没什么错 不过是想有个人爱他而已 若是真能找到此人 这执念自然就破了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若是你我都不管他 他便齐学欲解 万一生病啊 这朝堂碧乱 天下百姓又会因此遭应啊 你心可真大 还装着天下 怪不得你跟他那么多花聊 看来说我毒瘀了 你不要无理取闹嘛 乖 走开 又来信了 不追啊 追 我这一生都在追他 还不够吗 又来信了 不追啊 追 我这一生都在追他 还不够吗 如今山上只剩你了吧 还好你年岁大 还能活着 天下之道 不可不闻也 尽一的眉眼 牵动着我的心弦 你和我之间 的缘故 是拉开续片 我们注定的遇见 注定的红线 已出现 公子 我手不小心划破了 你这药草可以给我一些 让我用来止血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草 有治疗外伤流行之功效 此草名叫车浅 别名当道 在神冬本草经中属上品 至于青木养肝的作用 我是后来才发现的 上品 这草很普遍的 到处都有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不过我知道它的根和叶都大有用处 至于为什么知道它能止血 那是因为我用过啊 公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是来采药的吗 你这个草 别管什么都叫草 在神冬本草经中记载 它是有个叫细草的名字 但正经名叫远智 为什么叫远智 因为服用此药能够抑制强制 顾名远智 抑制 好吧 这我没试过 不过我想问的是 你为什么只举它的根而不举它的叶 因为书中记载就是根皮如药 根很稀少 可是根叶本是一体 用法类似 为何不能一起如药 你好像在这方面很懂啊 没有 我看的书没有你多 对了 你刚刚看的是什么书 什么叫阴阳之画 你是谷主守查 必须数记 否则不能记成谷主之位 对了 你还没告诉过我 你叫什么名字 你穿着白衣裳 那我叫你小白吧 小白是妈的名字 哦 你的妈的小白 那你叫什么 大黄 大黄 你说这草叫大黄 它有毒的 虽然能解毒 但还是得小心 摩多不成药 能用的都是好药 这草本来也是用根精乳药 就无所谓 公子你真有神医的胆识 来日定能继任谷主 不过是什么谷 在山下吗 我还要采药 你让一下 别跟着我啊 这山我很熟的 你要找什么我可以帮你 长流沙的人参没了 我要找人参 等等等等等等 你要找人参 嗯 不行不行不行 人参根如人形 有灵性 是神草 长成更是不易 你为何非要摘它 人参乃百草之王 能大补元气 功能甚多 我当然用来治病就是 可是 你刚刚不是说了 无毒不成药 人参虽好 但是用不好的话 也是有坏处的 这大黄我都能善用 活靠人参 这么说你见过他了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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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座山都没有 没有 没有 别动 别动 我只是没见过 有些好奇 这是纪约寒军的七品年 只有国际真意主意过百年 像这样阮神 都特别难了 那你打算怎么挖 还有 你在等什么 我在等着呢 那我陪你等 我在等你离开 嗯 我们难得遇见 又一起发现了这么珍贵的人参 你就这么赶快走 这是我先发现的 哦 哦哦 我 我知道 我没有要跟你抢的意思 那你走吧 行行行 那我先走了 白月啊 慧叔 原来你叫白月啊 对不起啊 我不能让你挖走这颗人参 所以我只能藏钱了 赶紧看 怎么了 我找人参了 还是七品夜呢 七品夜不可能 谷主都说了 这长流山早都没人参了 别说七品夜 登台子都不可能有 哎呀你过来 哎 哎呦 白月 这七品夜 你这医术都白读了 这是人参吗 哎 我感觉你现在这脑子 是不是已经磨成了啊 哎 赶紧拿上草药回吧 啊 好好休息休息 别老想着找人参 快走 好的 好 好 iphong 这 这 你下次要藏好了 别再给发现了 这书中记载长流山人生特别多 我怎么就找不到 我努力找找不到也就算了 总不能不努力吧 这玩意就不能自己在家种了 江泽山就是那一煮气皮啊 被我藏起来当然找不到了 好香啊 白月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你从哪冒出来的 人走 直接留下 是不是傻呀 下风口烟大 好好啊 你这个箱子里装了好多东西 都是做吃的嘛 看这儿过的 嗯 这个玩家又香又甜 那是因为在烤之前 在上面刷了一层蜂蜜 嗯 那一定很好吃 你能不能分我一点 我都没吃过 当然不行 除非你先洗手 手伸出来 再撒上一点 我独家觅制的足料 这个可以撒吗 能啊 你怎么知道这个特别好吃呢 你撒吧 特别好吃 嗯 多撒点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越重越好吃 继续撒 多撒点 好了 够了 够了 可以了 你先吃 怎么了 吃不惯 吃不惯就扔了吧 嗯 这个不好吃 好吃啊 嗯 好吃我帮你再撒点 嗯 我帮你再撒点 不用客气啊 都是应该做的 吃 大口吃 吃 有 嗯 吃 大口吃 烤鸡好吃吗 好吃 就是有点辣 那就是不好吃 好吃好吃 既然好吃 那我问你 七品叶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那不是你发现的吗 也是你要挖 我要看还不让我看 还非要我走 那我走了之后发生什么 我怎么知道 嗯 我问你啊 嗯 你也看见了七品叶对不对 是啊 而且经过我再三确定之后 确定的就是七品叶人身对不对 是啊 有欺骗叶子 那为什么我回来之后 他就变了样子呢 你有病吧 你到底要问我多少次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知道 你让我走我就走了 那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怎么知道 我来过这里有很多次 也没见过什么人 你莫名其妙地来我当然得问 嗯 我家叶希 我家住 不对 你都没告诉我你住呢 我为什么都要告诉你 哼 那就无序多远了 嗯 怎么起了个大火痘啊 看起来真难受完结了 哎 你干什么你 舒服多了 哎呦 哎呦 我这个人天生对这种脏东西比较敏感啊 嗯 对 龙胆草 吃了那个都能下去 不客气 你说谁脏东西 算了 等我回家把脸腰好了之后再说 多吃点啊 等会儿跑快点了 小白真听话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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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说这马叫小白 是啊 这马它就叫小白啊 你看 我这匹马长得好看吗 嗯 它的主人哪 比这匹马还好看呢 哎 姑娘 要不要坐下来后背茶歇歇歇脚啊 好 请坐 哎 姑娘 怎么了 头疼 等一下有个神医要过来 可以让它给你敲敲 不是头疼 好 只是好像忘记了一下重要的事情 想不想啊 好 好 那您休息 我端茶去啊 好 老板 哎 来个茶 哎好嘞 您先坐 姑娘 您的茶 您的茶 您的 您的茶 姑娘 要不要听书啊 行 行 要说眼下这五人中风头最近的少侠 没输了唐门的少主唐阳公子 唐阳公子漏剑不平 一出手 就抓住了采花之贼 那采花贼竟敢调戏莫门的千金 那也是自寻死路呀 哎 那唐公子长得如何 哈哈哈哈 当然是一表堂堂 风度翩翩啊 江湖中人人的夸他 不愧是五人中年轻一辈中的翘楚啊 日后定有一番大的作为 定能振兴唐门呀 唐门在哪儿 唐门在蜀中啊 那里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啊 所以才出的如此这般优秀的人物啊 哈哈哈 老板 哎 真我要查钱我也一并付了 哎好嘞 谢谢您嘞 来 公子 当台有个姑娘啊 挺喜欢这匹马的 哎 好像对这匹马轻有毒株 哈哈 谢谢 因为你在身边 所有不幸被轻妙感谢 礼桑天 情爱见 似我们男人初见 岁月底下 这年纪好亲切啊 将彼此信念 变成了永远 那是我每次下午去学你的踪迹 听到的总是各种关于你的传言 我跟你们说啊 我呀 昨天进了趟城 听武林中人都在说一个 了不得的传闻 你们知道武林第一妖女叶熙吗 这个妖女美艳无双 传说她是长流山上的一个姑女 不知如何自己长大的 比如说呀 下山后加入了春雪派 练得一身绝世武功 却未得到师门的镇派之宝 心寒手辣 亲手杀了师父和同门师兄弟 哎呀 杀的那叫一个天地变色 日月无光 他们去也要离开 寻找人 优优优独特 在女人有尿 快快快快 Pilots 已適合 洩霞 拨 estamos 若Is 成功 退下阵号 来 后来啊妖女突然消失了 有人说被侠氏杀死 也有人说她逃回了长流山 不管怎样 大家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料一年后 这妖女却又突然出现 竟成了当朝太子的宠妃 幸好皇上明察秋毫 查得此女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 赵高天下 要把她千刀半括 这么瞎做的手段 人不要脸 鬼都害怕 冯君 幸好我每年都守在乱葬坑 总算等到了你再次醒来 这世上居然又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了吗 我叫白月 天下第一审仪 换我白公子便可 你跟着我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要我答应你什么事啊 你一旦生死 我就有权利接收你的尸体 我就知道你来这儿 根本就是来找我的 如今又答应带着我 原来就是为这个呀 行 我答应你 你想都不想就答应我 还是你觉得你根本就死不了 猫才有九条命 人总有一死 可是谁又能死不了呢 只是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容易死吧 再说真要死了还管那么多干吗 话说回来 你要我的尸体干什么 难道你旧情未消 觉得生不能在一起 便想死后同学 以求来世再去前缘 我跟你说啊 你如此毒蛇 是不符合我的标准的 还是趁早别想太多了 冲动式魔鬼 公子保持风度啊 我知道了 白公子既是神医 是不是想研究我为何失忆 算了我也不猜了 我就找找吃的来 我去就来 我研究你失忆干吗 虽然你两次醒来又两次失忆 却是我医学上 从未遇到的案例 但我跟着你 只是想让你再也别离开我的视线 不想你再被那些所谓的良人骗 更不想第三次给你收拾了 难道是埋得太久了 内力都使不出来了 大小姐 大小姐 这种地方你一个人来太不安全了 你跟着我干吗 你跟着我干吗 赶紧去找啊 这小月月可真能跑 我让人在凤华谷下厚了一年 好不容易等她出 一路追到这里 怎么又不见了 她一定还在附近 绝地三尺 也要把月月给我找出来 大小姐 我们走了谁保护你啊 谁敢动我林潇潇 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你们快去找 好 谁 出来 是我 是我 你别怕别怕啊 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啊 可她已经死了呀 你是谁啊 我叫王铁栓 你是王家村的吧 怎么穿成这样啊 姑娘 我刚刚不小心落水里了 你有多的一套衣裳 可以借给我吗 拿去 谢谢啊 王姑娘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 穿白衣 骑白马 长得还很好看的公子啊 她叫白月 是个神医 神医白月 见过见过 你看见她了 她在哪儿 你找她干什么呀 她偷露我的心 她不止偷露我的心 江湖上迷她的女人是很多 但是只有我 才会千里迢迢的 追她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快告诉我 她在哪儿 我刚刚就是在那边看到她的 别让她跑了 完了完了 抓我的人来了 臭女来的 可人吓死我了 走 走 愣着干吗 还不快过来 别动 你们头儿现在在我手上 居然敢当着我的面 抢抢梁家妇女啊 胜 胜 怎么 你们现在是要逼我私票的节奏吗 不是 你行不行啊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大招啊 月月 快救我 别这么恶心地救我 我只是想跟你吹吹风 赏赏月而已 你干嘛每次都像剑鬼一样躲着我 一个村姑都能拔刀相助 你就眼看着我让他们带走吗 村姑 怎么那么像那个妖女 叶熙啊 妖女就是 关好你们家大小姐就行了 省得她到处惹是生非的 走 月月 月月 吐出来就好 这女人刚醒过来 淤血还未清就成能 真是不让人生心 你怎么总是只看表面 随便打抱不平 什么抢抢梁家妇女 人家是来接自家小姐回去 我要是不跟着你 如何放得下心了 你 你 那个姑娘呢 是不是你眼睁睁看着她被绑走 还打怨我不让我救她 就为了摆脱疯狂追你的姑娘 你这样做也太冷酷无情了 本公子才无辜 好不容易出于自古 却总有许多不知廉耻的女子 死缠拦的 一个个都觊予本公子的美貌 想玷污本公子的名声 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 不想跟你说话了 慢着 你就打算这么走了 你弄丢了我的衣裳 我告诉你啊 本公子身上的任何一件东西 都价值连城 对不起啊 我忘了 那不对啊 明明就是你把我打晕的 我想哪也拿不了 我那是在救你 以后别随便跟别人动手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好心送我衣裳 难道我能袖手旁观吗 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不然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不过还真挺奇怪的 你打了我一掌之后 我不仅没事 反而还好多了 你 你才知道这是对你好啊 还不算太笨 别拟你拟的 要叫我公子 你这儿最近的是白鹿城 在这儿将酒一碗 明早起程 要不然我 公子 你有什么吃的吗 你不是说自己出去找东西吃吗 我刚过去打架忘了 没有 嗯 这东西能吃吗 那是你不懂 我告诉你啊 就一个没你的份 我才不稀罕呢 公子 你有盐吗 君子远抛除 你觉得本公子会带那种东西吗 对了 你刚刚说自己是神医 那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武功 你知道本公子初一次诊 他们要付多少诊金吗 若是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我怎么行走于江湖 对 还要保护自己的清白 真是不容易 看来绝世美人在江湖上也不好混了 我深有体会 你别拿你跟我比了 你连跟本公子提学都不配 是啊 公子你啊 就是天上的仙人 都不用吃喝 看看这清风明月就饱了 好 你有这么多好吃的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是吧 那是因为你自己闪了 怎么 失忆了 脑子也丢了 你真的讲话分分钟能让人气死 算了 你我八字不合 我不跟你计较 对了 你答应要告诉我往事的 那我先问你 你可知道 是谁把我堆在乱葬岗的 江湖白小生曾经说过 想杀妖女的人 可以从昆仑派的门口 一直排到 峨眉山的脚下 仇家这么多 死在乱葬岗 也不足为奇吧 何必跑更问敌 有恩当仇 有仇当报 我必须知道 是谁害得我这么惨 然后切手报之 虽然笨了些 但有这份心气倒也难得 故事很长 我得慢慢告诉你 你先省点力气 明日还要赶路 本公子是不可能借马给你的 行 不仅是啊 还眼下 眼睛没用的话 就捐给有需要的人 不仅是人不勤 连土豆长崖了都看不见 把这药给我吃了 给我吃什么 毒药吗 对 剧毒的毒药 真是一眼看不见就作死 难怪总是被人害得丢了性命 倒还心心念念 不忘找什么良人 我这辈子所有的耐心 都用到你身上了 好 停停停停 放我下来 你有病吗你 你要走你就走 你把我叫醒不就得了 你知不知道 咱马上这样很难受的 哪儿那么多废话 刘姑娘 靠我这么亲 差点没被我可惜死 闪开 你说 你昨晚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我吃了你给我的东西之后 我就昏昏沉沉 什么都不记得了 站住 说 你昨天晚上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走开 你说你一个折仙伴面孔的人 你说的话做的事 怎么就那么令人讨厌呢 我跟你说话呢 别人跟你说话不理人 是很不礼貌的 好 我问你 你昨天晚上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我没看错吧 你这粥还冒着热气 有空多尝尝知识吧 东西不能乱吃 尤其是发了牙的土豆 会吃死人的 这么说 你昨晚给我吃的是解毒的药 好 怎么就那么不信 等等 这个粥就当是给我的补偿 这也太神奇了吧 不知何处可以买到这个石盒 这是鲁班传人特制的八宝石盒 无价之宝 不过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 若这天下 都是与我美貌不相上下的女子 那如何能够让那些江南才子们 都看上我呢 别做梦了 美貌对于你这种女人来讲 只是灾难 你 当然了 本公子是今美貌与才华一体 自然与你不同 你这么自恋也是一种病啊 行了 别弄多废话了 拿着 把屋就放在你这儿保管 好生看着 若是有损坏你便只能一辈子为奴 你这不就是把我当奴隶吗 等等 这到白鲁城还有多远啊 你跑一跑就到了 跑 多跑动对你身体有好处 跑快一点 本公子可没有空等你 站住 别跑再吐一吐 这遇险应该清除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我空有绝世美貌 就要整日追在男人的后头 难道如今的世道就是这样吗 真是累死 等等 等等 你能给我口水喝吗 报复了 来了 来 谢谢啊 扔了吧 先走 我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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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那么快干什么 看风景啊 你不觉得这里很适合晒晒太阳 吹是风什么的 你看我干吗 都跟你说了不要清醒人言 哪儿来的人身 心里没鬼的话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提人身了吗 风太大了 我若不禁风不行吗 就算胡编乱造也该有个限度 老实交代 到底发生什么了 起来 我 你我之间难道连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你趁我现在还能保持清醒 最好解释一下 你现在就是不相信我喽 来 那我们来打一架 打完了之后事情都解决了 怎么着 稍微恢复点内力 就想跟我动手 我告诉你 我恢复了内力之后可是很厉害的 你要是怕的话 你就算了 你能不能自重一点 我重吗 重啊 我 刚刚要不是你拉我那一下 我能滚下来吗 要怪就怪自己不要脸 起开 你说谁不要脸 你把我裙子撕破了我都没 你怎么脸红了 你耳朵都红了 关你什么事 离我远点 赶紧涂 涂了就好了 没事的 我只是刚刚滚下来不想您擦破了点皮 一会儿就好了 不用擦药的 不用那你就扔了 收拾一下 天晚上就黑了 咱们还有改路 你一个大男人为何会随身携带女装啊 你该不会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比如说穿女装的皮好 没关系的 你说出来我不会歧视你的 刚才是谁说要跟我打一架的 来 我绝对不手下留情 我开玩笑的 你别当这样啊 既然你把我衣服撕破了 那这个就当是赔给我的吧 还有发带 挺有品味的嘛 转过去 偷鬼会长睁眼的 转过去 你还像我啊 我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也没有过去 一直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习武 竟然一生 就像无根的野草 所以如果有人喜欢我了 愿意陪着我 那我就有家了 家里会有温暖的光 会有人等着我回家 这样我就不会孤独了 可你未必找到的是良人 也有可能因此丢掉性命 愿得一人心白手不相离 不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吗 如果有一天 我找到了一个人 她对我不离不弃 那我也会对她奋不顾身的 甚至是超过自己的性命 你不会懂的 好 少爷 得得得得 你别管我了 快去招呼白公子去 少爷 你都毒发全身了 咱还是先解毒吧 我不要紧 我今天就不会住院了 白公子住哪儿 我就住他隔壁 大少爷 大少爷 白公子去了望月楼 望月楼 望月楼 灯高望月 果然是风雅之气 可是 望月楼四面还水啊 少爷 好 把我新买的画房都来 我就住在画房 可以保护白公子的安全 快走 我 走 少爷 慢点 来 我的少爷 好 轻点 还疼吗 少爷 疼 好 这边 这边 姑娘 不必担心 我府中的赤石茶水 绝对无毒 还是小心微妙 刚才大夫已经看过了 你们行走的水囊中 只是放了一些 三七黄旗粉 可能是姑娘的身体 有些气血淤脂 白公子也许只是 出于好意 我对他到底是合一 一点也不感性 倒是楚公子你 恕我直言 若是换作我 就算再喜欢一个人 如果他一直 对我恶语相向 甚至出手 毁了我的脸 那我肯定会因爱生恨 拔刀找到报仇了 对了 既然他人已经在这儿了 不知楚公子是否还记得 白天在酒楼说过的话 姑娘放心 我说到走到 通信 对了 这个姑娘先收下 如果姑娘愿意多陪我聊聊天 我一定会准备更重的洗礼 谢谢楚公子 这是他最喜欢吃的桃花素 像当年楚沫有塞潘安之者 可我从来没见过 像白公子这般精彩绝艳的人物 我还记得跟他弟子相遇的时候 是在丞相府中 那日春光正浓 灼灼灼桃花开变 起见淑女名媛成群 各个人比花交 但是他们都比不上他 他在桃花树下的那夜回眸 白衣圣雪 当真比所有人 都风花绝待 当时丞相身染重病 连御医都束手无策 可白公子妙手回春 没多久 就让他变得生龙活虎 还能宠得了小妾 从此便是白公子为再生父母 得知白公子尚未娶妾 便在府中设了桃花宴 想替白公子做个大美 便邀京城各家名门贵女 白公子 能否和妹妹去服装 也许啊 不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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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星哥状元陪同太子 正在路过此点 前往城外踏青 大家快去啊 不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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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公子受惊了 不过这些姑娘如此花容月貌 白公子一个都看不上吗 本公子对世间女子都不感兴趣 白公子真是直爽 我对公子解围 公子都不谢谢我吗 好狗不挡道 公子不必生气 我并无恶意 这个桃特别甜 这是御花园的新品种 外面的人都吃不到 公子要不要试试看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 那个 她没跟你下狠手啊 我躺了一个月就好了 好好好 佩服佩服 不过 据我所知的白公子 还是挺招桃花的 你就那么相信她说的话 白公子文桃武略 人心人德 自是人人仰慕 但是她却是意志坚定之人 她有自己毕生地追求 所以我会无条件地支持她 全部的支援 如果有人试图想要改变她 我 楚公子 你可以放一百个心 这个别人呢 我不敢说 但我可以保证 就算山河逆转 时光倒流 我也绝对不会 对白公子 有一丝丝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的人 只能喜欢我啊 而且我也不希望 有别人喜欢她 她呢 不用特别好看 但是一定要对我很好 言语温柔 举止得体 跟她在一起会很开心 很想让白公子 不是这样的人 我也奉劝你 还是保重身体为好 大少爷 按您的吩咐 我已经将一百零八道宵夜 送去了望月楼 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快送我过去 我要亲自给白公子布餐 好嘞 姑娘 你要一起吗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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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饿 还是不打扰你们雅兴了 我先走了 那姑娘请便吧 走吧 专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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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他 他怎么了 这应该是万一性受罚 那拜托你救救他吧 这病的可真是时候了 他这病可不能传染 你们也相信一下 暂时别回北京城了 不能回城 那先去别院吧 快去把医学找回来 你把他护上区 你能替你个部门 先去看一看 你睡着在找我吗 你怎么就回来了 那个 我粘子掉了 回来找一下 你还有更烂的结果 那我现在走也行 我刚听到了一些话 现在有了更多的疑问 给您关天 救人要钱 我皮糙肉后不会等你 我就是有话想问你 你不是不让我骑你的马吗 你不用勉强 你可以把我扔下去 行 少爷 叶姑娘回来了 咱们走吧 叶姑娘 你回来了 让你跑一圈呢 重新呢 是让呢 抓到了 抓一圈 走走走 叶姑娘 我找你半天 这病会传染了 不是告诉我 你在房间带着别处的 没事儿 我身体好得很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治疾病最好的是人生败主宝 但是现在找不到人生 找不到你就不能找别的吗 难道没有人生 你这个神医就不能治病救人了吗 但是现在找不到人生 这难道是在用艾叶消毒 挺好的 诶 楚公子 叶姑娘 你是安生叹气的 怎么回事 白公子病倒了 他刚把别人救好 自己却病倒了 我给他找别的大夫去 对对对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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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照顾他 他很快就要好的 叶姑娘 你也会治病 我 这个你就先不用管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对不起啊 我说的那些话都是无异的 我没想到你真病了吗 我没想到你真病了 我没想到你真病了 人有时候很强大 有时候也很脆弱 别怕 别怕 你很快就会好的 你很快就会好的 已出现 谢谢观看 你能跟我找劲干什么 没什么 你身体不至于这么弱 都治好了呀 好了吗 叶姑娘 你真是比神医还神 照顾了白公子一夜 果然就好了 你真是一点表现的机会 都不留给我 楚公子 你误会了 一家财万贯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谁替你花钱 所以 我就主动替你照顾一下 你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 给我点银子表示一下 叶姑娘 请放心 我一定好好表达我的心意 我这就准备去 李神医还厉害 我都超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别听楚公子乱说 其实是 是 是他诚心被你祈祷感动的上天 所以你才这么快好起来的 你一时不说没关系 你一辈子不说才是本事 你想多了 回来 我这怕我说出来 你会太感动了 你想多了 把茶壶放下 口渴 你不喝热水吗 不是都说喝热水比较好吗 行 那我走了 既然你好了 那我也该走了 也许有一天 我说与不说 你终究会知道的 但在此之前 还是分路而行吧 彼此都轻松一点 少爷 来 我不是让你叫叶姑娘一起吃饭呢 她人呢 叶姑娘她已经走了 对 她留了封信给你 楚公子 银子我先收下了 有缘再会 对了 少爷 姑娘还说桃花不适合她 然后簪子另换一幕 然后她就拿着个棒子出去了 她说是路上有用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叶姑娘 真是有趣 白公子 白公子 叶姑娘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难道你也不告而别吗 你们一个个真是狠心绝情 至少给我个音讯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去手中 去吧 哎 你保重啊 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蜀中 唐门 唐门不就在蜀中吗 对啊 说白公子和叶姑娘一路 怎么不一起走 你们不懂就不要问了 不知道有句话叫做 一切尽在不言中吗 你可真有眼光啊 作者多情下一直是很神秘的人 这是他最后一本书了 都说是自传 这写的跟真的一样 就是在影射唐门 因此也叫乱唐秦史 事别上已经绝百了 你想要 可千万不要错过呀 这一路邪门得很 明明总好像看到了妖女的身影 她就是追不上累死了 妖女叶欺 快追 茶钱 茶钱还没给呢 这妖女这么厉害 这么快就消失了 分子长 好 是 走 我刚从兵力门出来 看到有卖香囊的 就买了一个送给你 陪屈鞋庇抚 陪屈鞋庇抚 如果大手得保 从此可以远离江湖纷扰 难得多好 小夕 到时候你愿意跟我过平淡的生活吗 没关系小夕 我可以等 我的命也是你救的 我只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 我想用我的医生来帮我帮你 可以吗 可以 小姐姐 你是在伤心吗 是 小姐姐 小姐姐 我娘说了 要很伤心很伤心 才会哭不出来 只有让自己疼一下 才会好一点 小姐姐 你要坚强一点 我送你一个小忙吧 这是我娘最喜欢的花样 这是我娘最喜欢的花样 姐妹们 一会儿去哪儿玩 我可是买的是个鞋 特别好闻 是马分类的 是吧 是吧 还有啊 那次在京城呀 看见那个蓝子 长得特别特别高 大大有这么高吧 哎呦 哎呦 竟然和我撞衫了 竟然是个男人 人家穿红衣服啊 可比你好看多了 哪里好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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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是送给哪一个小娘子的呀 说不定啊 是哪个小公子送给人家的呢 哎呦 哎呦 小娘 小娘 你要不要小娘呀 对啊 我们的小娘 我们的小娘 好吓人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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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吓人啊 这七场 感觉不拔剑 都能把人杀死呢 不过整天也太算了吧 导致 啊 啊 啊 装过去 不准开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没问题呢 三更半夜闯到一个陌生男子的房间里 发现这个男子正在沐浴更衣 你不仅不回避还要凑信他 也不要脸的功力是由建成的 我不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人 更不知道有你 不知道你就可以来偷 那你还不如直说你想偷什么 我可以考虑考虑 好久没见了 我不想一开口就跟你吵架 我走还不行吗 站住 我刚小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是关于跟你同行的那个 叫唐环的 不过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我高兴了 可以告诉你 行吧 你问 可以问老板 为什么随身带着一根棒锤 你捡到了我的包裹 为什么不还给我 是你自己的 而且是本公子在问你问题 问什么就答什么 随身携带一根棒锤很奇怪嘛 偶尔还能搭搭恶狗 好 我看你就像个报纸 那是因为我太善良了 那些追杀我的人 我都不敢用刀剑 就怕一不留神 伤了他们的小命 行喽江湖真是太难了 这么难 还要先进看画本 那为什么要在那些 枫叶画本上 我这张医书的名字 看画本不行吗 就包个书瓶 有人耳目呗 为什么喜欢他 这还用问 这才是你想问的吧 为什么是唐昏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在利用你 你知道吗 你失忆之后 眼睛里面瞎了 看来你来这儿 果然是为了我 要不然也不是这么多废话 废话 有些男人的甜言蜜语 本身就是皮霜 你再不清醒一点 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 有些男人 就算他好的山河万里都变色 但是讲话太难听 也只能让他有多远走多远 唐昏从第一次见你 就一直在演戏 被唐昏追杀 被唐昏追杀 只不过是哭个不起 为他就是因你伤口 他能收动霹雳门 你才是最重要的筹码 你只不过是他用来杀掉唐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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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取唐昏那一把刀而已 他跟唐昏本是一类人 伟大目的不择手段 他根本不可能是你的良人 你也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他不是我的良人 那你又是我的谁 我 只是一个不希望送死你 就像你窗台那个小橘灯 再微弱也是光 就算再虚无缥缈 我也依然相信 就算再虚无缥缈 我也依然相信 就算为此而死 我也没什么好后悔 做工是挺精致的 可惜心里没有光 你知道吗 女人总是会因为男人对她好而感动 我也不例外 我就是喜欢她 直白地向我表达她的心意 喜欢她牵我手时温暖的手掌 喜欢她看我的时候 眼神温柔地要滴出水来 我就是要找一个知冷知热 善解人意的男人 此时此刻他做到我 你以为我找不到吗 你以为我找不到吗 该不会偷拿了我什么东西 不够话说回来 我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想起她 我来这儿是为了杀了唐阳报仇的 同盟也好 利用也罢了 至少我现在跟她是在一条船上的 至于以后 我会擦亮眼睛多动脑子的 毕竟我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对了 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你讲话真是太欠臭了 你还没想过 你赤诚待人而又无所畏惧 你痴诚待人而又无所畏惧 我虽总是骂你不长记性 心里却是敬你 怜你 我现在告诉你 你三年前为太子来求我时的情景 听完你再告诉我 你还要不要救她 你上一次来找我 是为了太子苍蓝 你说她的病 太医无药可医 求我无论如何都要救她 说她有皇位要既成 她的性命 关乎江山社稷 像你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 也别出去吓人了 就留在长流山 只要你能找到七匹夜人参 我便帮你救她 书中记载 此屋有起死回生之妙 我给你时间长 多久都没有关系 哪怕她等不及死了 有了此屋也能救回她 这就是我的条件 真这么简单 你觉得简单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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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立刻就去找 你等我 长流山上的人生早已崛起 你是逼她放弃 但她是一根筋哪 她要是找不到 会不会一直找下去 前几日杨科他们进山采药的时候 碰到一条硕大无比的黑胶 他们是人多才得以脱身 这姑娘只身一人 万一要是被拆上了 小命难保啊 是不是太夸张了 诶 我说 我说 我的人生呢 放心 谷主已经收下了 会帮你救人的 那就行 对了 我出来的时候 好像被怪物袭击了 有点可怕 就是普通的蟒蛇呀 蛇呢 好像比较大 你都不问问是谁救了你 那个人穿着黑衣服 难不成是你们谷主 那这风华谷里 也没什么其他的人了呀 那 老板会不会说你帮我谢谢他 行 会说 有吃的吗 就是大鱼大肉那种 可以让我吃个够 有 有 有 姑娘 你稍等 这姑娘的体质还真是异于常人呐 上次伤的那么重 躺了七天就好了 这回伤的更重 三天 这又要吃又要喝的 难道真是那个人身的功效 她身上匪夷所思的事还少吗 在长流山的地间 我们绝地三尺都找不到一个人身 更何况 这齐秉叶 百年才结成 她竟然能找到 这可能就是奇迹啊 要不是她活风乱跳 有血有肉的 我还真不敢相信 要说这姑娘吧 那也挺不容易 死去活来弄个伤痕累累 就为了救她的男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这次是你救了她 兴许她这一感动 就考虑你了 你是不是老婆 我说我要黑胶 那你这回是当真要救那个太子 身为谷主 怎能不心手承诺 这来头太大了 你就不怕她重蹈覆辙 是她自己非要救的 再说了 我也想看看 像她这样不长记性 执迷不悟的人 最后还落到什么下场 你未必我真心 故意答应于堂欢打婚 那是我最心痛的一次 却只能看着你决意离去 救火啊 救火 快来人 有人吧 救火啊 叶姑娘还在里面 走 快救火去 你这大伙子 那不是要在这干嘛 你问你问了这幅画吧 我告诉谷主去 你给我了吗 这 叶姑娘 没事吧 这好多人怎么就起火了这 我会说 对不起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起火 这无中多舌 偶尔会撒一些熊黄酒 这熊黄运了火会有毒啊 你没感觉到什么不适吧 刚刚感觉有点难受 现在好多了 那就好 小夕 小夕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能走了 你看 我的脚好很多 小夕 你想好了 喂 我想好了 今天太晚了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他们 真的吗 好 没事 那个 明天让杨克他们收就行了 叶姑娘 你先帮我把这个拿 唐公子 这临走之前 把账结一下吧 来 随我来 既然要走 我 胆子不小 敢伤我幼方 我才没那么小气 我只是来拿回我的东西 这个不是我拿的 对了 你拿走吧 这是我师祖 亲手手画的标准男神学位图 标准男神 我觉得唐槛的身材就挺好的 至少比你标准点 你就随便找个画师 按着他的身形画 你自己再点上穴尾不就行了 你一定要去讨门 你放心 我呢 言出必行 等我完成完人生大事之后 一定会要让你研究一名 好 事与之词 我公子也无话可说 但倘若你死了 我定会将个尸身带回来 不过发现一件事 死人有的时候比活人好 死人会随意开刀动物 比起你这种人 更有价值 那你最后一只 最后一顺一项 对� 最后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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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 此去蜀地长龙漫漫 为我失身不悔 临死之前将这颗病破除寒相 可保你失身昌年不服 以免够本容地找到你的手 看到一堆腐肉枯骨 行 谢谢你的好意 早知如此 暗无险 如当初不相识 你怎么来了 本王说过不会放弃 更不会让你嫁给别人 你没伤人吧 你的人呢 黑曹君已经将正理包围 明日他若敢娶你 我就立刻踏平躺门 踏平踏平踏平 你能不能别那么狂暴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我可以放过无辜的人 但你不能嫁给他 不管我嫁给谁 都不会嫁给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敢放过我 你已经离开过我一次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放手了 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 我会护你一世周全 永远把你放在心肩上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我真的对你没感觉 我就这么跟你形容吧 哪怕我活不过明天 我最后想在一起的人都不是你 曾经你为了别的男人 哪怕遍体鳞伤也亦无法 这样珍贵的心意 没有一个女子能比得上 你做父的心意为什么不能给我 只有我不会辜负你 白月告诉我那些过往的时候 她告诉我 不应该为了那些男人付出一切 甚至付出自己的幸福 虽然我不后悔 但也没什么好骄傲 所以你比白月更不懂我 你快走吧别再逼我 我不要你提她 我不会走的 除非你跟我一起走 我还不应该听你的 到幸福祖的大庭他们 再来帮你走 你没听到我什么意思 带你下来阻止我又是什么意思 他不甘心 你帮子都能弄我 还不让他自己死去 你们俩现在是打算在我新房里 大转三天三夜吗 白月 你欠我一个交代 你答应过我 你答应过我 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不仅救活了堂皇 还轻易放他离开 难道现在还要亲眼看见他都放花竹吗 你拿什么保证他不会自己死去 往往看你是重新要和本王为敌 比我踏平疯狂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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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 王爷 你们王爷并不大了 回去睡一觉就好 不用怀疑 若我有异性 你们只管来疯滑古照会 这个香没有问题 所以我才能由他点着 这个红烛倒是今日刚换上的 不过也没有不同 我都没事 我给你的冰库做戴在身上 戴了 是你说这个珠子可保湿身不服 我怕我哪天死于非命来不及找 就随身戴着 这颗珠子还能避毒 应该是软筋散之类的药 要两者合一才能见相 中招者会乏理 昏迷 不过这个毒不难解 高高 一般内力深厚之人 不会有什么症状 只有催动内力的时候 才会发酵 这么心结 可我想不出来为什么 你一定要看到结果才会死刑 那你呢 你非得看我跟别人成亲是吗 不管你跟谁成亲 那个人一定不是我 那我们就赌一把 反正我输得起 吴若欢迎来观礼 去春节一宵美剑 一朝一夕的舞台 迟到无常 远迷连要想着想的 日月夜 如果你除了任何人 那就把我带回凤花谷 生死一共 埋得浅一点 因为你在身边 想要有花有树最好 心被轻描淡写 泪丧天轻埋解 似我们难处见 这一个一个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他怎么办 怎么会突然遇婚去 他想将楚源的桃树移过来 别人去办还不放心 非要自己去 马上要成亲了 我爹不高兴摔了个茶杯 他就这样了 哦 没事 你先出去了 我得扎扎这就好了 我明明之中就觉得是你来了 你想要做什么 给你扎针 你不用给我扎了 我没事的已经缓过来了 莫名其妙移什么术 这么快就醒了 他没事吧 没事 今儿是下场了 以后让你爹发脾气的时候 是要用身要臭的影 那 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看上他 别让他犯傻就行了 你以后爱犯傻吗 我傻吗 我已经把这汤喝了 我还没办法 把这汤喝了 那猪肝又炒糊了 还有那个鱼也尖焦了 反正就是做什么什么都黑不溜秋 难吃的想哭 是吗 可我记得大少爷说过 他曾经吃过白公子做的烤鸡 味道让他很难忘啊 可能也就白公子的厨艺仅限于烧烤 我刚刚还听白公子他在那说 他说 灶台之上火苗直窜 虚余之间势如闪电 比那个什么72剑招可难多了 难怪这手更小吗 小公子 原来就这样 我们来做菜 您做补兜吧 粥 皮蛋是为我炒 皮蛋不行 腌的伤美 牛肉蛋滑炒 这牛肉也不好笑啊 香菇鸡丝 鸡丝绒三牙呀 白公子 不如加点猪毒 再用山药枸杞莲子什么的 聪明 白公子是怎么的 这药肾还有你提点啊 想太多一时糊涂了呗 你不知道 白公子为什么亲自下宠呢 就是想给叶姑娘好好补补身体 叶姑娘最近在山上众生 辛苦得很 那我们快去去帮忙吧 好呀 你吃 尝尝 你叫我来就喝粥啊 什么味儿啊这是 不喜欢 这难道是你特意为我熬的 迷气 健脾 主席可以了 补什么都行 你这么贴心 我不用吃就觉得补了 你干什么 我觉得应该要困起来 你难道为我熬了这么大一碗粥 满满都是你的心意 都快溢出来 我都舍不得吃了 别闹 趁着喝 喜欢的话 咱们再给点喝点水 退后 干嘛去 你是不是觉得难吃 所以才这么说 才不是 我要去给萧萧他们看你给我熬的粥 走了 等我看完再说吧 这黑甲军一天到晚进进出出的 跟走自己家后院一样 你 要不是看在这一箱箱叶明珠的份上 我这爆脾气 我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听说他约你在紫云峰顶比武 这紫云峰还是本王赐名的 本王正好在附近巡视农丧 便上来看看 他不会来了 他的飞双剑和落叶掌本王也会 虽然你也指点过本王 但这武功秘籍 毕竟是他的嘛 那倒是他从风华谷得到的 罢了 也没什么分别 你该不会是想替他 用飞双剑和落叶掌来找我比武吧 他人呢 怎么 瞧不起本王 这一战由本王出手 赢了算他的 输了算我的 他已经在去华山派的路上了 我让他挑战各大门派 那些人 最近又有些蠢蠢欲动 正好借他的威力压一下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派尹卫暗中保护他了 你是不希望我跟他因为比武影响感情吗 本王只是想找点正事给他做 不然他一个人负气离家出走 浪迹江湖 我最容易招风引迭 我已经下令封了山 没人上来 只是你我二人之间切磋一下而已 还是算了 天气阴冷 当心着凉 下雪了 走了 等等 这下雪和比武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下了雪地滑 我这雪底又不防滑 下次吧 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大家都知道 咱们这位摄政王精彩绝艳 举世无双 这几年在他的治理下 那真是四海生平 八方宁静啊 好 好 可是大家知道了 咱们这位摄政王 为何到现在还不娶妻吗 不知道呀 不知道呀 他连个小妾都没有 跟在身边的 全是一帮大老爷们 这是为何 王爷 那个说书的 要不要抓起来 这传言也太难 无妨 回头把本王写的雪夜奇路的画本 抄入一份 交给那个说书人 让他照着说 是 白谷主 洗干净了 二则 就是他有心病 据说他的心病啊 非常难治 连太医院的人都没扯 最后啊 全都被赶紧 这出门巡视还带着奏征啊 你这位子不好坐呀 真是一刻快活的实现都没有 是你一直说要以社稷为重 本王一直铭记于心 也不敢有一日松懈 不过能出来走走 也是难事 这里和皇宫相比 就如同世外桃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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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编排你的话 你也不在意 他们生活安稳 才会在茶余饭后 说些闲话来消遣 本王听得到是亲切 明日还会和他们一起下田耕种 一事而已 何必亲自下田 这当然要亲耕啊 这里有田 有炊烟 有人家 桃花流水 杳然去 别有天地 非人间 你可不知道 我有多向往 只是偶尔来一次 都觉得满心欢喜 能有这一次 也就做够了 那明日我陪你一起下田 但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也知道 那田里太早了 我下不去就 也有你怕的时候 不用了 你就在上头看着就好 看插秧灾 欲望粉 仗离习蚁 痔黄昏 这就已经很好了 行了 好 吃饭 吃饭 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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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姐姐好慢点啊 喝来了 来泡个脚吧 白骨主 来尝尝吗 可以吃的 我 我在宫里吃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要试毒的 若是这般吃饭 早就被毒死了我 我在这儿谁敢害你 但你又不能实时伴我左右 太医院的那些人 看望一个都信不过 怎么 你想让我进宫帮你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那你能每三个月进宫来一次 帮我把天安卖吗 小山 以后王爷泡脚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放点紫苏 生姜之类的 可以去食趋寒 谷主真是细心 我记下了 泡吧 我去熬点药 小枫寒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本王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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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便见一次少一次 下一次再见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以后别说这么不歧力的话 遵我的遗嘱 保你长命百岁 你当我是三岁孩童哄我呢 我说真的 我以为 从此再也没有人会关心我 谢谢你 不管你是为了他 还是为了天下人 彭还是很感动的 这是本王迟来的谢礼 这不是上次去南科寺路上 是本王送你的 上一次你离开南科寺并未带走 所以这一次就带上吧 谢谢 作为回报 下次月圆之夜的时候 我一定进宫 给你拔个平安门 你可想好啊 你放心吧 风华谷谷处不会许下 无法实现的程度 保重 这大街小巷都传遍了 你说你堂堂一射阵王 写什么小花本啊 还那么多酸词 酸词 本王费尽笔墨把你写得天上有 地下无 谷主还不满意啊 我看你笔墨还是多用在奏章上吧 要不然世人真的以为 我风华谷谷主有了靠山 想要一捅江湖 到时候风华谷的门口又要被踏破了 那本王就多拍些黑甲军过去 别了 会说现在已经不高兴了 你在把那儿围得跟铜墙铁壁似的 他肯定得生气 再说了 风华谷不需要这般保护 你们两个真的是 一个是闹离家出走 一个是故意装病 我看你这风寒也是诚心的吧 这你也能指得出来啊 你这眼圈也发青了 睡觉也肯定不老实 你不是保证过不再熬夜的吗 那就是故意的喽 我并非是不能在这儿多留几日 只是现在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我有些放心不下 不是说配点安身药的吗 这药总归对身体不好 这是我配的安身香 清清浅浅地对你身体也无碍 对了 本王的隐蔚传回消息 他单挑了各大门牌之后 本药回风华谷 可不知为何中途又转道 还差点甩掉了尹飞 不过你放心 他就在西郊 你明天就去找他吧 姑娘 您的馄饨好了 姑娘 你这身装扮 好像那个单挑各大门牌的 侠女夜夕啊 夜夕 她的名号很响吗 怎么连你个卖馄饨的都知道 那当然 大家都在说 侠女夜夕的武功出神入化 就连那风花谷的谷主 都不跟她毕生 绝对是稳稳的天下第一了 天下第一 有什么意思啊 还不如跟你一起卖馄饨来得快活 姑娘 你这就有点说笑 说笑话 那也得看对谁说 你若当真 我便奉陪到底 那姑娘 你把它记上 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娘了 好呀 你来给我记上 来 叶熙 干嘛呢 我 我叫叶熙 你 你说 她是不是又失忆了 应该是吧 好久不见 本应该甚是想念 但没想到她竟然这样对我 跟一个卖魂女的纠缠不清 难得本公子深情 终究是错付了 哎 以她这个忘情 你一个人可是看不住她的 要不我们一起联手 让我来帮你啊 你俩是不是认识我 你们谁啊 我叫叶熙吗 别理她 等她几天 让她自己反省反省 她就是这般翻脸无情的人 你别碰在心上 走 别走 敢跑了我的良人 你们两个谁陪我一个 不行这两个都这么样 虽然长的是姐妹 但一个病假一个傲假 都不适合一个都不能养 我还是得去 找一个良人陪我白头 等等我 我们可以结伴同行 好 嗯 my 我 这 黑 真 眼 词 这个 是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